2000年后,原本一直在澳门赌场担任何鸿燊左右手的江湖大佬刘荣居,因年事已高,身体欠佳,向回到香港退隐休养,他便向何家推荐了邓光荣。 邓光荣到了澳门之后接了大佬刘荣居的个班,深得赌王家族的赏识,不仅让他负责东南亚的赌场建设工作,还将赌场内的一个贵宾厅全权交给了邓光荣承包经营。 就是这一间名为大龙的贵宾厅,却引出了一段邓光荣和何顺和大佬上海仔郭永宏的恩怨冲突。 2001年,在澳门皇家金宝酒店开设了惠郡赌厅的上海仔,今有人介绍,争取到了几名内地的大富豪客户,为他的赌厅带来了不菲的收入。 然而没过多久,他发现这几名客户竟然不来了,一打听才知道都被别的赌场抢了去了。 上海仔派人调查得知,抢走他VIP客户的正是普京的大龙赌厅,上海仔顿时火冒三丈。 这一间大龙赌厅正是邓光荣承包经营的。 原来,来自内地的这几名客户当中,有一人与邓光荣相识,加上邓光荣的明星效应,所以这一批VIP客户就集体从惠郡转来了大龙。 当时,上海仔的主页都放在了澳门赌厅前,他联合了多位港澳顶级富豪入股,势力,财力大增,傲视江湖。 他先是派人放话给邓光荣,声明这几名客户是他亲爱澳门的,不寻许别人强奏。 然而,邓光荣当时刚到澳门发展,他认为是这些客户是主动找到自己的,自己断然没有拒绝的道理。 并且有何家撑腰,邓光荣决心对上海仔方面的警告不予理会,然而令邓光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上海仔竟然如此嚣张,就在他早晨登山做运动时,派人对他发起了突然袭击。 当天一早,邓光荣与手下,兄弟,王建峰,一同到了澳门松山公园跑步锻炼身体,他们没有注意到,一路便被人尾随了。 停好车,邓光荣身穿运动衣,与王建峰有数有效地向着半山腰跑去,就在山间的小路的偏僻拐角处,突然窜出了四名持刀大汗。 不由分说,向着邓光荣就扑砍过去。幸亏邓光荣身手不凡,他虽然已经将近55岁,但是身体依然是现状,他迅速扯上了脖子上的大的毛巾,大了以挡力下对方的刀,随即一个侧踢就踢倒了一名歹徒。 这一边,王建峰也是捡起了一根路边的树干,二人奋力与四名歹徒展开了激烈的搏斗,饶势邓光荣和王建峰都是江湖出身,十分的能打,但是对方竟然人多势众,而且手持力气,最终因成练路人的到来,并且的包紧,歹徒才仓皇逃去。 邓光荣当时手指被割伤,满手的鲜血,而他的好兄弟王建峰更是挺身为邓光荣大哥数次挡住了来刀,自己身上整整被砍了13刀。 这一位王建峰是邓光荣二十多年来的司机和小好兄弟,是邓光荣一手从《练功者》带出来的小弟,也曾经独自在邓光荣的电影当中出演过配角,为人十分的重义起,这一次是真的做到了为大哥两肋插刀。 血洒疆场,令邓光荣感动不已。邓光荣回去之后,马上动用了联工乐在澳门的眼线,开始彻查此次的血迹事件。 这件事情的当时影响比较大,何鸿燊、刘荣居、四泰、梁安琪等人都赶来探望了邓光荣,后来查到石胜和人马所为,刘荣居当即动用自己的江湖人脉和能量向圣和施压。 此时,邓光荣也是集结了联工队的人马,准备去直接扫了上海仔的场子。 眼看一场帮派大战马上就要爆发,为了不影响澳门的治安环境,由赌王亲自出面调停了这场冲突。 当时,何鸿燊亲自打电话,并让四泰、梁安琪代表自己,将圣和的五大元老都请到了澳门,最终由上海仔亲自向邓光荣征酒道歉,并且赔偿了所有医药费,才算是了解此事。 其实,四泰、梁安琪能够以利何家和澳门赌谈不倒,身边是少不了嫡系人马和得力干奖的。 除了众所周知的贤米华之外,还曾经有过另一位得力助手,便是著名的影星邓光荣。 邓光荣是2001年促然离世的,在生前的最后十年,他主要是忙碌于澳门赌场,何家的很多赌场事务都是由他管理的。 邓光荣得到了刘荣居,70年代与叶寿窗里的码头帮联工乐的社团,后来呢,刘荣居栽培邓光荣成为联工乐的第二代龙头,大概呢是在80年代中期,刘荣居将联工乐交给了邓光荣之后,自己与叶寿一同去了澳门,成为了赌王和红神的左右手,帮赌王管理赌场。 直到2000年前后,澳门赌牌一分为三,打破了赌王40年的垄断局面之后,刘荣居便回到了香港过去了隐居的生活,同时他又向赌王推荐邓荣光过去帮忙,基本上还算是接他的。 因为呢,邓光荣是圈的名人,知名度很高,又加上做过联工乐的龙头,江湖地位高,又外表相貌堂堂,可以说是意表人才,很是受到赌王和红神的赏识和器重。 2000年后,赌王身体经历日益前家,便将很多家族赌场事务都交给了女儿何超穷和四太梁安琪,邓光荣主要是跟着四太工作, 一开始呢,是管理河家的赌场赌厅的设备事务,后来呢,邓光荣便专门负责奥博在东南亚的赌场,经常在菲律宾、澳门、香港三地间来回奔波。 邓光荣呢,为人很讲义气,也很有能力,因此呢,深得四太的赏识。 有一次呢,四太梁安琪去河家旗下的菲律宾马尼拉的赌场视察,是由邓光荣陪同前去的。 当时呢,马尼拉自然比较混乱,当晚就在下滩的酒店附近发生了四太被持刀抢劫的事情。 当天呢,四太在马尼拉赌场视察完之后,就在傍晚时分准备回下滩的酒店。 其实这家酒店距离河家的赌场也不算远,四太忙完工作便与邓光荣步行着往酒店的方向走去。 就在快要走到酒店门口的时候,邓光荣进去便利店买烟了,而就在这时,站在街头的四太突然间被身后的一把匕首顶住了后腰。 一个蒙面遮脸的歹徒在四太身边,压低的声音恶狠狠地说道,别动,别伸张,把包交给我。 四太冷不防发生这种情况,当即彻底蒙了,竟不知作何反应。 这个时候,邓光荣从便利店走了出来,快走进四太时,他透过街头昏暗的灯光, 看到四太的表情不对劲儿,在定情一看,四太像是被人挟持了。 邓光荣马上提高了警觉,暗暗地抽出了西装口袋里面别着的一支战术笔,反手握在了手中, 大步地向四太走了过去,他故意将脸别像一片,装成擦肩而过的路人样子。 就在他快要走过四太的身边时,突然间转身猛地出手就扣住了歹徒尺道的右手,用力一扳。 同时,抬腿出息,撞击歹徒腹部,歹徒连忙,弯腰护腹,邓光荣旋即一击重拳就打在了歹徒的侧脸上。 歹徒吃痛五点之后后退了几步,这时邓光荣已经挺身挡在了姿态面前,这为一道屏障。 祖阁开了歹徒,这个歹徒一看邓光荣仍高马大的身手不凡,感觉动起手来占不了什么便宜,便匆忙逃走了。 而刚才在搏斗当中,邓光荣的左手小指也是被风里的匕首给划伤,滴着鲜血。 这个时候邓光荣快速地向四周观察了一圈,确信没有发现歹徒的同党之后,便将风衣迅速地脱了下来, 直接地披在了四台的头顶,然后扶着四台快步走进了酒店,事情发生突然,但是邓光荣全程处置利落,伸手干脸。 进了酒店的安全地带,两个人这才松了一口气,四台拿下风衣时,不见得羞涩一笑,向邓光荣投去了轻木的眼神。 经此一意,四台对邓光荣更加地信任和依赖,多次在赌王面前美言称赞他,后来赌王直接将一个赌厅交给了邓光荣全面精英。 每年只需向奥博交一定的管理费用即可,而邓光荣也没有辜负四台的赏识,他尽心尽力地做好分内工作,将赌场打理得有声有色,并一直站在四台身边为他出谋划策,分忧解难,堪称是四台的十分得烈的一条,左傍右臂啊。